今年七八月臺鐵試辦原住民參加 華東地區祭典列車 受族人好評 眼看接近年底 臺東被難族大獵記 幾年紀 歲時記憶到來 這次原民會與臺鐵在延續辦理原住民 參加華東地區祭典列車 十二月十三號到明年一百零六年的 一月三號兩週 每週五到一 共六列次加掛車廂 提供族人返鄉參加祭典 保障族人返鄉權益 這次的原住民祭典返鄉列車 分為南迴縣台中站 晚返台東站 北迴縣蘇頂站 晚返台東站 兩線更有兩個梯次 第一梯次搭車 日期為十二月二十三號到二十六號 第二梯次為十二月三十到一月三號 返郡原住民身份者 每人單程 現登記四張 來回現八張票 民眾可從八號早上九點起 到原民會網站登記 臺鐵也將在各梯次取票期間 在宜蘭 基隆 臺北 樹林 桃園 以及中立等火車站服務台 設置取票專櫃 完成登記族人 攜帶相關身份證明文件 到指定取票地點付款取票即可 記者鄉大島秀 臺北市財寶報導